赵武,及赵文子,迎姓,道士,明武,士号约文,史称赵文子,赵顿之孙,赵朔之子,金城宫外孙,春秋中期晋国六卿,赵是第四位宗主,赵是复兴的奠基人,劫后于脉,鸾淑为政,拉拢西齐,打压袁,平,袁,平素恨鸾淑,且得罪于国人,又刺士族大权重,不决以为众矢之地。 前五百八十七年,赵庄基寡局通鉴于赵英齐,国人齿之,前五百八十六年,袁同,平过朱如英志齐,赵基院员,平之恒,携赵武区公公,后鸾淑屡战,功勋日助,赵同,赵阔不得志。 前五百八十三年,距离赵英齐被流放已经三年,而赵氏也被赵阔,赵同兄弟所掌控,并没有留给赵敦的嫡孙,赵树的儿子赵武任何地位。 处于对赵同,赵阔破坏自己与赵英齐好事其实是丑事的怨恨,再加上儿子赵武家主地位,被实际上剥夺的利益修革,赵庄基经过长期准备,向弟弟晋景宫诬告赵同。 赵国谋反,意在意去扳道挡在儿子面前的障碍,而晋景宫早就对于赵氏兄弟张扬招摇,又惹是生非的行为不满于心,再加上卵书。 西齐等当年受过赵顿打击的青族代表,为了报复而推波助澜,而赵氏确实也是足大权重,重矢之地。 在晋景宫的号召下,平日遭赵氏欺压的贵族接干而起,向赵氏杀去。 赵同,赵国猝不及防,惨遭杀害。 朱姬增援,平之砖,向其族举起屠刀,将这些年为营刑所压制,而积累的仇恨发泄出去。 一时邪染宗庙,赵氏惨遭灭门。 景宫将赵氏的封地剥夺,赠予其事,以撞公足。 大祸对赵氏深恶痛绝,他始料不及。 就在大家都在为构建赵氏落井下石时,一个重臣站了出来。 韩县自赶集昔日赵氏养育,之与之恩,在井宫命迹宫赵氏时,他依然顶住强压,拒步出兵。 赵氏父王,韩厥忍无可忍,他进攻强健井宫,大胆直言,赵氏先贤博弈之后。 自中言以下,营姓显贵。 赵衰左文宫,赵顿左相宫,皆设计之臣,有大功于尽。 奈何一招祸碎,而绝其次,今有功于国者,恐无厚于尽。 望君侯三思,韩厥的话一定程度点一醒沙红了眼的井宫。 井宫沉默半傻,自知过分,赵衰,赵顿功勋卓著,今以撕心灭赵宗,难堵悠悠之口。 井宫从其醒,网开一面,将自己的外甥,唯一幸存的赵氏大宗。 十年十来岁的赵武立位赵氏新家主,并命齐膝将封地还与赵氏。 韩厥提醒晋景宫,因为撕心,使得功勋卓著的赵氏被诛灭,那么其他青族难免生出忌惮之心。 别看现在杀得痛快,以后国军再有同样的动作,那就不是没有防备的赵氏。 这样稀里糊涂被诛灭,而是会防备反抗,甚至反过来弑军一语成衬。 日后晋景宫的儿子金立功在位,就是效仿晋景宫,诛杀戏事,结果被兔死胡背得的鸾氏,中航是抢先下手,试杀立功。 赵氏孤儿,晋景宫树立国君权威,收尺心的目的已经达到复礼赵武。 这时的赵武十岁左右,一个未成年的娃娃,如何能够把持这样是破堂空的家庭。 赵武年幼,不能吃家,内外依靠赵瞻打理,幸赵瞻在下宫知难后变得成熟,不再像年轻时张狂跋扈,也失去跋扈的资本。 前五百八十一年,景宫梦魇缠身,梦见厉鬼,忧欲成帝,遂命太祀周浦坚国。 半年后,晋景宫猝死,晋立功继位。 景宫末年,赵氏以吾族轻重。 八卿之中,鸾、韩、二戚邪属攻势。 二戚为远之,除掉赵氏之后,晋景宫树立崇高的威信,晋公足富强。 立功年轻,未有政治资历,对陈下的控制,驾欲力度不如奶妇,鸾属为政,三喜因公事,对外义和为贵,先后与亲,处地协盟约,后又与麻岁,燕灵击败秦,处。 立功欲重夺大选,而国内齿行名利,由以鸾氏,戏氏为首。 只有启用一批忠于国家,反感鸾,戏得贵族,立功才能够与齿行逐利。 赵武相,李,下宫之男已经过去了七八年,赵武成年,尽管今非昔比,但作为元勋之后,赵武的成长颇受关注。 立功希望借用赵武来压压齿行的嚣张气眼。 前五百七十七年一日,立功作朝,为赵武举行弱贯之礼。 典礼完毕后,赵武相继拜见八卿。 首先拜见蓝武子,蓝伯感叹道,潇洒,习我侍奉命尊,他外表很美,却有些花不实,宁可要努力啊。 赵武拜见中航宣似,寻庚说,漂亮,只可惜我老了,看不到你的将来。 中航拨老及福利,还是世界对未来的赵武影响更深远。 贤人受宠而慎,与者得宠而交,明君赏贱臣,昏君成之。 古之君王,见德正而那百姓之言,命运时宋度真言,百官现实讽见而不受蒙蔽,那商旅之言于世锦,便吉凶于歌谣。 考察百官于朝上,学会毁于道旁,以修不正,这一切用以提高警惕。 明君最痛恨的就是骄傲,范文子,真君子。 这番话曾是随无此教育范文子的,赵武将范氏家去铭记于心,树有终身。 誓谢世文,赵武义世文,贤臣教导贤臣,韩觉鼓舞赵武,谨慎警戒以成人。 成人之首在于亲善人,亲善人,善人见善人。 如此,恶人就无所适从,若亲恶人,恶人再见恶人,那么,善人便离开。 人如草木,物以类聚,人以群芬。 戴上冠冕,就如宫师只有墙屋,只不过屈出污秽,保持清洁罢,其他还有什么可增议的呢? 韩觉对赵武的期望是很高的,自然少不了对赵武的尊专教诲,语气虽言,却苦口婆心。 赵武拜见之无此,寻英说,好好努力吧。 成绩,宣猛之后,只为大夫就是耻辱。 赵帅只典章以索文功,精通法令而最终执政。 赵顿剑相攻,临功由于强健而被临功所愿,依然冒死尽见。 你加油吧,以成子之才,宣子至终,使君定能成功。 赵武拜见戏旗,戏使宗主却给赵武拨上冷水,漂亮是漂亮。 但轻壮不如老者的地方,还多得很难。 之后,赵武又相继拜见戏仇,戏使,古城书子反问赵武。 求官之人很多,我又怎么安排你呢? 温纪更是说冷话,如果你比不上别人,就退而求其次吧。 赵武退朝见张老,将惯例中的情况转告张老。 张老说,听从丸博,可使自己不断进步。 听从范书,可以恢弘自弃的德行,含此之间,有助于你成就事业。 条件都具备,能否做到就要看你自己的知想了。 至于三系的那些让人丧气的话,没有什么价值。 或许之伯说的对,正是仙人的恩泽在庇护,滋润着你。 十所新军,没有永远的敌人,亦没有永远的朋友。 赵武行冠礼在朝上这么一走,将朱星对赵氏的态度一一描绘出来。 金立功对赵武不怀恶意,韩爵对赵武光复仙祖工业,巧手一派。 而世线对赵武则是对其价值观与人生观的启蒙,寻耕。 寻应兄弟对赵武的入室较为赞同。 蓝书作为赵朔的至交,对这位市值心情较为复杂。 一方面希望削弱立功与三系,另一方面害怕赵武记仇。 赵武,好在蓝书能是大体,表面工作做得漂亮。 赵武,根正苗红的功勋贵胄,显赫背景自然令三系亥言。 戏是坐拥着八清三系,赵武入室极有可能侵害戏士的既得利益。 恰恰,立功,蓝书之目的就在此,三系对这位晚辈自然美好脸色。 确切地说,三系学习之路是赵氏的血泪铺垫而成。 戏之卫星一灭赵氏有功,戏仇背离是因为踢掉赵瞻。 洞西朝政格局,赵武未官后基本有一套框架。 侍奉立功,尊重蓝书,师从释谢,亲密含权。 敬中二旬,不得罪三系,君舍而沉耻,上交而下滩。 对这个时候的禁国,是最好的写照。 释谢就预言尽疆大乱。 前574年,金立功用虚同,命三系,逮捕蓝书,中行演,宣而纵之。 后蓝书,宣演秦杀虚同,求立功,前573年初。 蓝书是立功,立道功。 入修后,道功废蓝书,含绝为正卿。 自此长达一年之久的混乱才得以平定。 进道功即位后,打破常规,提拔功臣之后。 他认为,治国以理,凡曾对晋国有功的陈辽后代应受先人之功德的弊度。 进道功连续提拔履相,威胁,释房,作为成,宣之后的赵武即将迎来了转机。 第一,文采卓越的未向英年早逝,进道功争赵武善文,能断大势,命及索心军,辅之公子。 自此赵武史为清,尽管居八星之墓,但却跨越从大夫到清的质变。 赵武的人生际遇,因此这次升迁而获得巨大利益。 而进道功以惜出众的人格魅力与政治掏略,率领进过迈向又一个辉煌。 关运亨通,前五百六十六年,直武史将以谋划完毕的三家之策在内阁中公布,道功会演。 当即意识到这套对国力消耗巨大的战略,将会在尽处征衡中起决定性作用。 直播获得道功的高度赞赏,韩县紫为让志英一展雄才,请告老。 韩厥志士,进道功于六月在棉上举行阅兵式,各大清代夫家族成员进阶到场。 道功立韩骑为兴,韩国纪为首席公族代理。 前五百六十二年,正寻心于宋,宋师伐政,资斩于宋。 正,宋相持,宋求救于晋,道功再会诸侯,率邻军伐政。 诸侯出兵,对郑国实施全方位的军事打击,楚国已经被晋国消耗的精疲力竭,无力援政。 至六月,晋军兵临城下,道功向郑国下达最后通牒,此恐向晋国求和。 晋道功命赵武入新政,与郑简公及司空等谋合,签订合约。 公子家向晋国担保,郑国不再叛计。 道功罢业岁成,赵武为道功复罢战争的闭目画上圆满句号。 从前562年至506年,长达56年的时间里,郑国都市晋国的追随者,历代执政子孔、伯友、子产、子大叔、上青子宅、子匹、子司、子明,都坚持以拥护晋国霸权为己任,直到前506年,自然才再度反叛。 突飞猛进,经过晋道功的长期考验与观察,赵武在道功心中已呈现出智势形成的形象,毫不掩盖对赵武的欣赏。 前560年,郑青智无死及智公子双亡,内阁籍带重组。 晋道功填列于卢,商榷六青智安排。 由于道功常以自己的意志,控制朱青的生仙,大伙也在打听道功的意图。 这日,道功鱼入围猎,检阅部队,道功问范宣子,倾可知证,是该推辞,我之所中军,是因了解直伯,配合更亲密,责帅臣不如中航伯。 今道功从其所起,命中行献死将中军,是该辅索他,道功要寒宣子率上军,寒起立宪赵武,赵武年长于我,且宽人重德,我不能比,岂敢居于西上。 这番话或是肺腹之言,或是韩军的嘱托,或是道功的暗示,道功又位于鸾环子与位装子,鸾眼说,臣不及韩子,韩启尚且先让,我岂有不满。 道功超拔赵武,从新军帅一口气连升四起,越居上军将,由韩启充当他的副手。 由于巡营,至求年幼,不能参政,道功压世青,取消新军,将其部署化归鸾眼,为将统一指挥。 这次六星的升将很超乎常规,除开新军被鸾眼,为将带领后被取缔。 试盖贪婪而没有得到道功的青睐,中行眼却因长期的新京意义而升任元帅。 当然,官运最好的就是赵武,从新军帅一月为上军将,连超数人,可谓突飞猛进,官运亨通。 赵武三十出头,年纪轻轻,却紧局巡演,试盖之下。 然巡演破金木年,试盖一年过半百,等待赵武的是一片光明。 他与韩起二十来岁二人,承载着近道功二十七岁,统治未来半个世纪的既往。 雄才大略的道功已描绘出,其未来维持中原霸协的统治画面,且框架以原成形,即道功作朝。 赵武总理朝政,韩起辅之,道功高瞻原主,已经在位十年后的朝政做准备。 赵武即将上军。 感激道功的知语之恩,报国之心更为磅礴,或是性格因素,赵武从事文职而不善战。 武功方面,他稍显逊色,在晋国复兴霸业的过程中,寒陷死,知无死,未装自驱躬至尾。 而赵武则如同一株小鹤,才露肩尖角,亦或真是仙族在忽悠着他,天星陨落。 道功功成名就,齐国又蠢蠢欲动。 麒麟功轻挑乖张,搅动东方鸡犬不宁,却对晋国几乎构不成威胁。 前558年休,晋道功向诸侯下达会盟之力,要诸侯共商伐起。 腾出双手的晋道功要严惩齐国,教训麒麟功。 就在道功准备伐起之时,突然染病,久之不见好转。 竹行街参拜并于床榻的道功,祈祷国君能够安康,并竟拖了几个月,未见起色。 并是沉重,晋国的政务都基本暂停。 入冬后,道功整日握于踏上,公子标是余策。 繁琐的朝物,还有齐国的挑衅,秦国的归室,楚国的反扑。 人们还期待着道功能够再度站起来,带领他们去开创属于晋国的盛事。 不久,公子标为道功尽要,道功吃后不久便于世尝词。 内侍对外宣布,晋侯轰事。 晋国大丧,举国痛哭。 巡言左公子标主持丧礼,并发布布告。 道功之死,是进攻时彻底衰败的起点,后任国君都难以驾驭强悍的六卿。 这也是赵武政治生命的巨大转折点。 近道功怀揣着伟大的政治理想,却英年早逝,使赵武, 攀起共创大义的报复遭到沉重打击,对赵武的伤害不言而喻。 在往后的日子,赵武修身,养性,治国,平天下多不顺心时,才明白拥有道功这样的主上,乃是贤臣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。 从军伐旗,道功先是,中航献此立副公子标四位,是位进平宫。 平宫少,故献此设军事。 前557年,巡演安葬道宫,争盟诸侯于温义金河南温县,诸侯派代表前往。 与会中,高后抗礼逃盟,巡演怒其失礼,其,经关系进一步恶化。 前555年,平宫其六卿和宋,鲁,魏,正,曹,举,朱,滕,薛,其,小猪诸国国军,起兵伐袭,大军横渡黄河,直指平印金山东平印县西南。 不久,平印告破,其林宫弃城而逃。 巡演兵分三路向林姿平推,中军中航眼,试盖公子,上军赵武,韩起公奴,下军卫将,鸾迎公施。 仅半月,此,时接客。 赵武,韩起领上军将卢一金山东长青团团围驻,却久攻不下。 赵武,韩起些文弱,不善将兵。 卢为高是武将之首府,成国兼顾,人口众多且富个敌国。 西齐侯为高是,亦不能攻下,这恐怕并非赵武,韩起之过。 好在赵武,韩起的独军不利并未影响到大的战局。 中航眼率军绕过卢翼,直扑林斯,齐军不敢出战。 林宫卫逊,在太子光的立选之下,才鼓起勇气坐着林斯。 摆出一副国军以死保设计的架势,才是晋国未能宿命齐国。 辅助范氏,前554年春,中航陷子病重,脑生恶疮,连军缓缓而退。 巡演四支不救人士,托估范轩子,以主长子巡武为四子。 试盖任正卿,赵武得到惯性升职。 十六卿江左无下,中军将,范盖,中军所,赵武,上军将,韩起,上军所, 中航无,下军将,魏将,下军所。 卵营,晋国官僚体系四相攻后有这样的特点,执政兼中军将,总理朝政。 中军所则主要从事对外运作,赵武寄所中军,驻外卫系政务,内外分工,才便于管理。 范盖执政八年很是秦政,最大的政绩就是驱逐卵氏。 他的势必公亲不是中军谋国,却更似独裁专权,内政,外交,军事,他都要管。 相比于权欲熏心的范盖,赵武则处处处想让,犯宣子为政,赵武负责给他提供便利,坚决支持当权派。 例如,范盖驱逐卵氏,禁锢卵怀此。 赵文子则慷慨地将主谋诸侯的权利,让给世盖,使世盖堂尔皇侄地利用国家机器为歧诉服务。 赵武毫无反对,毕竟当年陷害赵氏,卵营的祖父就是主谋之一。 赵武注重德行,努力与诸侯共存共荣,保持中原的平静与肃清。 但收效并不理想,范宣子求重毕于诸侯,无不体现出其意志与贪婪,直权又在赵武之上,且习惯性插手外交。 这样阅阻带袍让赵武干起时来很别手。 荣登执政,自担任外交部部长以来,赵武心情耕耳,尽力维持中原联盟的稳固,与对清楚势力的压制态势。 前548年,范宣子及下军所成政据时,赵武即范改为正卿,巡营替成政,石央继父为兴,接入六政,石六卿江所留下,中军将,赵武,中军所,韩启,上军将,中杭武,上军所,魏叔,下军将,范央,下军所,支营,赵武,即赵瞻为兴,致死为正卿,凶成正果。 遭遇灭族之难,赵氏急需恢复元气与威信,赵文子的执政无以加重其家族的分量,巩固赵氏作为侍卿的地位。 此时赵顿去世已达半个世纪,下宫之难也已过35个春秋。 在这漫长的35年来,尤其是在赵武幼年的岁月里,赵氏饱受欺凌,即便在道宫即位后期地位有所改观,但与当年的盛世相去甚远。 赵武一职小秦侍奉国军,对国政的参与已兢兢业业。 祖和诸侯,在赵武任执政的当年5月,其职正卿虽无死世装功,立井功,正当齐国朝政震荡之时,赵武力劝平功伐旗,以暴击驻卵氏获进之仇, 晋、宋、陆、魏、正、曹、菊、朱、滕、七、小株十一国国军会与一役组织联军,准备出师。 消息传至林兹,随助,庆风向林军求和。 7月,赵武陪同晋平功,与齐景功,宋平功,鲁香功,魏商功,正简功,曹武功,举离比功,朱道功,藤城功,启文功,小株木功在仲秋结盟。 仲秋之盟的签订宣布计,其两国的又一轮休战,标志着以晋国为首的中原联盟的再度稳固。 参照于之后的国际发展,此次盟是意义极其重大。 韩启孙王,赵玉重塑霸主的光辉形象,仅靠诸侯的知识还不够,还必须博得周天子的好感。 韩玄子奉赵武之嘱托,千里迢迢来到王都,觐见周天子。 周灵王听闻晋国拜使臣前来,先是已经,后是大喜。 鲁未都很少过问天子冷暖,晋国四星居然不辞辛劳,不远千里来拼问,灵王心中甚畏。 灵王召见韩启,问启来意,韩启彬彬有礼,靳陪臣韩启前来向宰旅奉献贡品,没有别的事情。 深感事态炎良的周天子,非常赞赏韩启。 尽管只是进过对天王的一次聘问,因为韩启出世的态度与沉稳,灵王忍不住对韩启大家称赞。 韩氏家族必然在进过兴起,韩启尊周礼,保持着以往的司令。 这样的人物领导这样的家族,还能不兴盛吗? 韩启出世之任务成功完成,照韩集团也给周王室留下良好的印象。 扣押卫侯,前559年,孙文子驱逐魏献公,献公奔起。 孙氏立商公,宁慧子死后,其子宁喜利,宁喜恶孙氏之恒,欲迎回献公。 献公许诺于宁喜,正由宁氏,继子寡人。 前547年,孙林复反期,宁到此联络献公,并号召国人攻杀魏商公,宁喜迎回献公。 孙林复见大事已去,协足及风力详尽。 献公复辟,报复孙氏,攻打七亿。 孙林复求救于尽,赵武派军为孙文子守城。 献公报私仇,向契发起信公,并杀死禁军首相。 赵武大怒,6月,赵武蒙诸侯于禅冤一五五一年后, 赵武的后人宋真宗与辽胜宗再度挥盟于死,要成主卫国。 林军击回魏军,并攻占一世六十亿赠武孙文子。 魏宪公吓破胆了,命名到此,北宫承子向禁军求和。 晋国做宁氏侍君罪,将宁喜,北宫移收监。 宪公亲到晋国哀求高抬贵手,晋国干脆把宪公也逮了,由氏庄子拘留。 晋国态度强硬,只因为宪公做法太出格,公然挑衅霸主。 所谓宁子弑军,不过是个借口,难道孙文子收阻而猎徒叛国就是天经地义? 魏宫被囚于尽一时传遍国际? 齐景宫、郑景宫相继来到晋国,为之求请。 赵武等领班大臣也认为,为臣而求军,不理。 无论赵武怎样宣说,晋平宫就是不放人。 直到十二月,魏人将魏姬送来,献给平宫才出现转机。 晋平宫一看此女长得漂亮,不顾同性不婚,立刻收编。 这回,魏国人算是弄明白晋平宫的爱好,再请放人。 平宫很爽快就答应。 原来,李一、诸侯,天下在晋后看来还不至于一个女人,真是爱江山更爱美人。 不过这只是世人首次领略晋平宫的荒唐。 秦晋再好,早在世盖执政末期。 秦,近已出现和平的曙光。 一方面是楚国的乏力,另一方面则是赵武天下共和的外交主张。 赵武倡导的和平称霸之国色下,已经缠斗了约80年的秦,晋之争反而变得如同鸡肋。 为了给未来的晋主米兵做出榜样,赵武向远方本家抛出橄榄枝,秦景宫心有灵犀,认同赵武的倡导。 前547年开春,秦景宫委派包地公子珍访问晋国,递交国书。 赵武对秦后子的造访很是看重,命出项羽公子珍洽谈。 此次一和获得识效,赐死心,晋之间的斗争基本结束。 两国的下一轮厮杀,则要等到一百年后,由魏文子思领导的三进伐秦战争。 项徐米兵,经过赵武迟迟以恒的努力,晋国获得了世人的好感。 当宋、鲁、魏力挺晋国,郑、齐、秦也相继归附,赵武信心满满,大胆实施下一步计划。 早在仲秋执盟时,赵武便将执政纲领以及李响率先透露给孙孙豹。 孙孙豹极力赞同赵武,并向赵武推荐向须,向须也申表同意。 向须回国向思成子汉报告,上清乐喜明向须向晋国传达宋国,愿再当议会和平大使。 向须如觐见赵武,声称,楚国新任令因此目与自己交往不错,送为宫国,学位尊贵。 三十年前的米兵尽管是失败之作,但我们已有经验,米兵是先代赴华元的遗愿,诸侯和睦是天下人翘首以盼的。 赵武支持向须,同意他充当中间人,并命即先前往楚国探探口风。 米兵,关乎国运的大事,赵武要拿到朝会上来与朱青文一同相讨。 第二天,赵武召开国会,提出自己的主张,朱青都在习惯性沉默,一言不发。 这时,韩轩子首先站出来,力挺赵武,战争,战争,枪害百姓之凶手,消耗国力之蛛虫。 诸侯之灾难,既然现在有人提出要停止战争,尽管难度不小,我们一定要答应。 我们不答应,楚国人就会答应,他们将会争得更多人的支持。 若出自以保卫和平为名,号召众多诸侯,晋国霸权难保,魏献子能文能误,申表赞同,知应宇赵,含交后,亦不反对。 尽管中航目死,范献子等人对这个意见不是很赞同,但上卿已经发话,两位晚辈很秩序地继续沉默。 内阁会议顺利通过,向须抵达楚国,面见楚康王与令吟子墓,提出赵文子之意,楚康王听从子墓,答应禁锢的要求。 赵武派使臣往旗,递交米丁之国书。 齐景公年幼,执政催无死绝的赵武过于天真,本着一丝争霸的野心和可能,变响俱绝。 田文子苦口婆心地劝阻崔柱,向使臣表示,愿意追随大国脚步,拥护米丁。 晋国使臣入秦,秦景公很干脆就赞同,并希望巩固秦晋之好。 晋、楚、齐、秦一致通过,大驱已定。 接着赵武拆遣向须,召会二三流小国,告知众人,新一期的米丁之盟将在宋都隆重开幕。 前五四六年五月下旬,赵武在书相的陪伴下先行来到宋国。 宋平公在上清司成乐器的陪同下,领得右师华裕,左师向须,司马仲将,司徒华臣, 司后跃传笼咒欢迎赵武一行。 宋国的盛情相待,令赵武雄心勃勃。 金平公命之道子前往宋国,协助赵武。 正行不辞劳苦率先亲到底宋,张显成信。 二清一上大夫夫曰,祖显重事。 不久,正执政良宵,鲁斯图书孙豹。 其次清庆风及大夫田虚无,魏上清十道子都如约而至。 朱道公、腾成公两位小国出口,也来到宋国中,原晋国盟友进阶会其宋国。 楚国方面,令银子墨已抵达陈国,慎重起见,命子习先到宋国确定同盟条款。 而后,向虚辱陈建子墨。 经过一番磋商,双方基本达成一致。 近,主领导人在宋国都成会晤,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历。 双方都在宋东西门外驻扎,为房进处赛声不快, 乐器要求双方不挖战壕,互表诚意。 赵武,曲建点头称是,指命手下士族搭起了一墙扎野。 这一夜,大家都车也难眉,毕竟睡在隔壁的是血战近百年的世仇。 巡营半夜在营门口观望了会,楚莹似乎有异动。 直播大惊,回报赵武,楚莹杀气腾腾,只怕是要见刀兵。 赵武镇定地回道,不怕,楚人要是图谋不滚。 我们就转向宋城,这里是宋国,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? 当晚双方都只是相互提防。 第二晚,子墓命楚军将士外穿软衣,内的甲咒,极其备战。 伯州离听说后立刻阻止子墓,惠蒙已成心,您这是干什么? 子墓故意调侃,如果杀死赵梦,直播,杨蛇大夫,禁闭伤元气,也不失为快事。 伯州离强烈反对,我们惠蒙诸侯,诸侯盼盼我们能守约,我们却失信于人。 如果这样,我们还如何让诸侯归附? 子墓说,禁,楚争霸,不讲信义是常事。 为烈师徒而已,信义能有什么用? 储君的行动传到了赵武的耳部里博助理,博宗之子,赵武问及于书相。 书相很冷静,暗示惠蒙,没什么可怕的。 其一,失信者,不足为惧。 其二,子墓英明,煽动干戈的可能性不大。 其三,即便您牺牲了,含此必为政。 宁死不失信,楚必失诸侯,如此禁国霸业就更稳固。 为国而死,又有何不可? 赵武从其言,昂首阔步,与志盈书相一并前往西门接盟。 禁处争蒙,各国代表全部暗示聚集于宋国,有月醒,相须两位东道主主时。 禁处双方首先设方明,象征四方安定。 其二,凿坑,私盟指挥挖一方坑,用意埋藏牺牲。 蒙叔坑的北壁再掏一堪,用来搁置玉壁。 其三,执牛耳。 杀牛宰马,并将生牛的左耳割下,宋、鲁、魏、陈、郑、蔡等与蒙者拿着牛耳。 赵武,取见供执牛耳,随后取牛血在玉墩里。 当一切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过后,终于到了最重要的环节煞血结盟。 双方在过去两年坚持不懈的接触,也始终没有就此事达成一致。 象徐、赵武、子牧都不能做主,大家有意在回避这个敏感的话题。 米兵之盟蒙叔明文规定,禁处兵为霸主,双方都要先于其余诸侯煞血。 但是两强谁先谁后,则让人犯难了。 关乎国家荣誉,双方不可避免的起争执。 赵武强调,禁为传统霸主,樊会蒙诸侯,进国向来是第一个煞血。 子牧针锋相对,既然禁,楚相匹敌,如果一直都有禁过先,那岂不是说楚不如禁? 禁主轮流做霸主以为定是,凭什么说禁过是传统霸主? 禁,楚个持起先,互不相让,就这样僵持不下。 看着赵武不愿做出让步,楚军蠢蠢欲动,摆出要向赵武等人拼命的态势,向须站出来打圆场。 为了不让和平希望破灭,赵武做出了让步,楚国先煞血。 就这样,楚国得到了煞血的批准,大会得以继续进行。 子牧先一步走上前台煞血,赐之为晋,然后是众多遇会诸侯。 子牧的小人得志,赵武的君子风度,形成鲜明对比。 春秋世人认为,子牧与当年出尔反尔的楚城王如出一辙。 例如鲁国的太史就记载,晋赵武先蒙,楚子牧赐之。 子牧背信之故,伯诸李也指责子牧,仍以诚信利益天地,金令引背诚弃心。 不出三年必亡,蒙成炎武,晋,楚两国中携手,将蒙书赛于主写。 项徐作为东道主,宣读米兵农约。 一,晋楚为友邦,两国即麾下诸侯不得发动战争。 二,晋,楚并为霸主,地位相当。 其于诸侯侍奉晋,楚要以相同的礼益与标准,不分南北。 三,晋,楚皆有义务保护中,小诸侯的利益,财产,领土,人民。 四,楚旗,秦,晋之从国必须朝聘于楚,楚之从国也必须朝聘于晋。 宣读完毕,将蒙书人手一份发给与会诸侯代表,一份蒙书放置在牺牲之上,填埋土坑。 至此,米兵之盟才算圆满完成。 在赵武,屈当的主持,在向须,孙孙豹的协助下,第二次米兵之盟顺利达成。 大家如释重负,访问郑国,诸侯代表各自回国,赵武一行北上,与梁霄同物,并顺便去拜访一下郑国。 毕竟是郑国是赵武认为,最容易出问题的火药桶。 郑建公义重慈宅,与公孙舍之同出同祖母的子熙、博石,子熙与七目之长的梁霄矛盾日益升级。 赵武抵达郑国,郑国君臣纷纷表示欢迎。 郑建公义宴款待赵武于垂拢,七目慈展,博友,子熙,子铲,子大叔,二子时纷纷前来助行。 九宴中,赵武邀请牧师其宗的宗主,依附时活跃宴会气氛,建议考察七目为人。 结果,公孙舍之,公孙夏,公孙桥,游吉,印段,公孙段六人都得到赵武的赞赏。 宴会结束后,赵武向大夫叔讨教,正乱不原意。 梁霄交涉无礼,孔南善终,牧师除梁世外,其六祖都可启代为清。 未来的六星必将有海。 四,国,游,风,印六家垄断。 资产贤能,必能执政。 资产未孙而迁,韩世之作将最长。 诸侯朝晋,依照米兵之盟的条款。 晋之从国有向楚国朝建的义务,反之,南方诸侯亦然。 晋国取消了其从国朝聘之义务,但处置盟有必要履行这个义务,毕竟这是一种象征。 前545年,齐庆风独自掌握朝政,二汇力量的增强使庆风如坐针毡,为压倒反对派。 庆风听从田文寺,鼓动齐景公去朝拜晋国,以获得晋国的好感与支持。 这年夏天,齐景公、陈埃公、蔡景公以及北燕,齐、呼、申、白嫡等国军前往晋国,朝聘晋平公。 看着这些诸侯皆朝于晋,赵武则居预测。 此时的赵武应该为自己身为大国上情而骄傲。 铸成启国,兼573年,启还公朝鲁,基本自介绍晋道公给启还公,还公心动, 硬将自己的爱女道次姑且这么称呼。 其为四姓,为道公正妻,先其女子用姓,居正氏,娶其夫氏,称道次嫁给道公, 道次得宠于晋,道公认他为正妻。 后道次又给道公天嗣,道公尊周礼,历次以敌,此子即为晋平公。 顾平公立,道次为国母,前人重树,后人成梁,起还公轰,起孝公立。 其不敬于鲁,孝公便跑到晋国哭诉。 在道次强烈要求下,晋平公于前544年为旧家修成。 6月,平公委任之道次为总工程师,和大夫女席负责修缮淳于成为起过的新都。 霸主领导,齐,宋,鲁,魏,正,曹,举,腾,薛,小株各派建筑队伍赶来,为三流小国服务。 晋平公把寻盈和各国清大夫看作蒙田、张俊那样的工程兵司令。 结果,众孙姐,高旨,游吉,公孙段,士淑仪等皆表示抗议,但抗议无效。 平公的一席用事,赵武圈也没用,只能希望多多犒劳诸侯,使大家的不满将到最低,便派出使臣到各国,犒赏大家。 在诸侯们的遗志努力下,启国功成顺利迅功,启文公还步一步饶,鲁国总欺负我们。 平公又命启国派代表到鲁国,与鲁国结盟,平公无似把鲁国折腾得够像。 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?谁叫他家亲戚是霸主? 只愿基本子多嘴,介绍了这么亲事。 海纳百川,赵武执政时期,是春秋最风平浪静的时代,大家都喜爱赵武的良性统治。 赵武认为国家知志在于人才,要让国家实现强盛,就必须提拔重用人才。 韩非此称,赵武执政为国家举荐46人担任要务,皆为国治干臣,且无以人被赵武纳为家臣。 其大公公司堪称千古之改谋。 赵武认财不必新书,如果德行不足,他就以身作则予以教化。 对于前往晋国投奔的人,赵武也一一妥善安置。 作为霸主,用人不分国界,发扬春秋时的储才尽用之传统为天下之才为尽所用。 于是,不少贵族在内部斗争失败后,都把晋国看作是低落脚地。 在赵武,韩起执政时代,魏孙林赴,十恶,秦公子珍,齐无语,高树,高强,郑宇杰,公孙桥,风卷,罕硕,楚国公子比,公子齐吉,许公子池等都把晋国视作第二家园。 赵武海纳百川的伟大胸襟,赵贤纳氏,无以充实了晋国人才库。 自此晋国将克代夫制度被定为国策,那时已为国庸,可赵武死后,朱卿依然以广纳贤士,但却各怀心机,将,氏,属于家中,充实私门。 而赵贤子更是将这种广续家臣的传统,发挥到极致为财师区,赵央继承并优化祖父的传统,终使赵氏之强甲于晋国。 克代夫制度使得晋国发展水平,远远领先其他诸侯,我们的先人评价在春秋后期六星之一都足以匹敌席, 秦时与诸侯无异,事实证明所言非虚,三晋都未居战国七雄之列,魏国包括魏氏百年称霸,赵国也足以与强化后的秦国斑脉,乃至一争天下。 战国策总结,三晋合则秦弱,三晋离则秦强,为了评价赵正统治下的秦国实力,尚不及昔日的知乡子。 晋国乃至三晋的强盛应该感激于赵武的功德,只不过歪打正着,赵武本的加强军权,抑制六星之心,却无意间加速了晋国的分裂与面网,令人感慨世间之势真是瞬息万变。 巩固同盟,资产仿晋,前五百四十三年,郑梁霄被杀,公孙桥执政,韩虎当国,韩虎拥护资产,驱逐封犬,压制刺杀,紫兮,正乱使兵。 为了回报赵武对郑国的关怀,郑检公于前五百四十二年,在执政资产的陪同下,来到晋国。 晋平公和赵武正在处理鲁香宫的丧事,没空招待检公一起,只让他们居住在宾馆里待命。 过了许久,依然不见召唤,资产依然命军士,将晋国驿馆的墙地拆除。 晋平公派世文国责备资产,质问其为何要拆毁管义的墙地。 资产回答,郑,小国,家于大国之间,大国所批于郑,不敢怠慢,即珍宝以朝晋国。 你们忙碌,我们没法朝建,又未能地令,不知道朝建的日期,不能进献财物,又不能置于露天。 要是禁献上,那就成了贵国居盲腹库中的财物,不经过禁献的定势,不敢禁献。 如果把礼物放在露天里,又怕日晒雨林而腐烂生虫,加重毕国的罪过。 当年进门宫称霸,宫是低小,不收华,却把接待宾客的管舍修得威额高大,宾馆像国君的寝宫一样。 仓库和马鹏也修得很好,司宫按时平整道路,泥水工将按时粉砂管舍房间。 诸侯的宾客来到,店人点起庭院中的火把,仆人巡视客舍,存放车马有地方。 宾客的随从有待劳的人员,管理车辆的官员给车轴加油,打扫房间的,饲养牲口的。 各自照看自己分内的事,各部门的署官要检查招待宾客的物品,文工从不让宾客们多等,从不延误,与宾客同优共恶。 初始巡查,不懂就问,请责必救。 如此宾置如规,何来灾祸?宾客居于官舍,安全舒适。 金镜侯之宫方圆树里,却让宾客居于造力之设,乌小门窄,盗贼横行。 我们礼品太多,若不拆毁围墙,聘礼无处放置,我们罪大恶极。 请问,您对我们有何指示? 鲁国国丧,也是正国的忧伤啊。 如果我们早献上礼物,会把围墙修好了再走。 这是镜侯之恩惠,我们哪敢害怕辛劳? 施文博回去报告了。 赵文字说,惭愧。 惭愧。 金不仲德,以造力之设带宾客,是我们的失礼。 这段颇有趣味的意识被世人广为传颂,成为弱国外交的典型。 历史上,弱国之外交往往委屈求权,资产的大义理人。 慷慨臣辞固然让人成道。 这番极具政治素养的辞令,也是说给明白人听的。 明白人自然是赵武,文人有文人的斗争方式, 君子有君子的沟通语言。 遇到粗人,小人恐怕还会遭到压迫。 例如,夫差争百劳于乳,无论此浮回如何辩解,就是无效。 鸡杂仿尽,有心之人应该会注意。 在宋国举行的米兵支会中,有一个新兴的大国没有受到邀请函,他就是吴国。 吴国无意于米兵绝不是路途遥远。 楚国参加米兵之盟,便是要集中力量跟吴国较量。 对晋国而言,如果没有吴国的搅局,恐怕楚国也不会干脆的同意合约。 但是吴国人不会甘心自己被别人忽略。 于前544年,派遣公子记扎北上周游列国,先后后到鲁。 其、郑、魏等国聘们,结交书孙豹、雁英、公孙桥等前臣,又受邀到晋聘们。 记扎入境,先居于妻,面见孙林傅,后朝见晋平公,并分门拜访晋国六卿,并参观他们的封闭以及城郭。 经过一番考察后,阎灵记子忍不住赞赏赵武,韩起,魏书三卿。 记扎语出惊人,做出一个大胆的推测,晋国政权大概要归于赵氏,韩氏,魏氏三家。 但是公子记扎最喜欢的还是杨世熙,离别时,阎灵记子还不忘嘱咐杨世熙说,您努力吧。 晋侯奢侈,公族腐败,清大夫优秀且富有,政权恐将要归于私家。 明浩直言,望您多考虑使自己免于霍南,寻蒙正国,自米兵智慧,中原诸侯各自相安无事。 国际新秩序确立,但是这个中原共荣权又凸显新的问题期待解决。 处心禁令尹公子维翔在国际上露露头角,宣传知名度,便向赵武提出进处携手赛蒙诸侯。 赵武欣然同意,前五百四十一年,赵武在齐武,岳王傅的陪同下如岳赶往正知国义。 蓄意夺蒙,让进人至今耿耿于怀。 会蒙前,齐武就此时向赵武献祭,你兵会蒙,我们吃了亏。 西楚成王,屈见尚且完音,楚庄王都不讲理,更不用说这位操哥。 若在吃亏,这可是国家之时,你已经得招天下,这次可要做准备啊。 楚国人不讲信义是有传统的。 赵武自然听懂了其武言下之意,以彼之道,还是彼身。 赵武很不屑,多谢您的警告。 宋之盟,子慕有骇人之心,我惜爱人之意,故处凌驾一尽。 我以心意为本,守心意,方立于不败之地。 楚师信于诸侯,无所俱也。 真君寺,令人敬仰。 楚国方面,令也没与幕僚们商议,上次此幕得逞,这回禁人定会有防备。 此地比临晋国,我们不能硬拼。 如果让晋国先煞起,我们就划不来了。 众人正发愁,小人有小人招数,最终令以为想出一招釜底出心。 第二天,正当国含虎宴请各国领导,进正清赵武,处令引公子为宋祖师向须。 其上卿国弱,鲁斯马书孙豹,为执政其恶,蔡上卿公孙归生,陈公子昭以及曹,许代表如约参加。 清大夫们向天祷告,誓死为乎中原共农。 最后又到了诸侯煞血的过程。 令一位抢先跳出来,算了。 算了,我们今天又不是来地结盟约,只是重温旧日盟好。 煞血这个东西容易引发争斗,有伤和气,我看还是免了吧。 争盟本就是起舞,月环子下面一干人等布置的,赵武对着虚名没有多少雅兴,便新人接受了。 立宝穆书,就在各国领导人在国义具备同行之时,却有人使坏,打破了这片祥和的气氛,他就是纪无子。 继孙肃及文子违星,邪孟宪子,书孙慕子,书孙慕子分鲁军,三环各一,后又与此书其子勾结,四分鲁军。 纪氏,书孙氏,孟氏,子书是各领一军,然书老为纪氏之党且不率民,顾纪氏使使长二军。 自此,书出即处,既无子居心叵测,悍然向举国发动进攻,举国气氛填膺,向在国议会盟的各国领导告状,鲁人罚我。 公子威与赵武依法将书孙豹代步以正视听,即使的误所非为,是书孙豹当下就被扣押,书孙豹危在旦夕。 赵武的助手岳王傅找到书孙豹,向书孙豹索要贿赂,却为一声正气的书孙豹断然拒绝。 书孙豹是家成劝说宗主,给岳王傅一些好处来消灭灾难。 书孙豹说,参加诸侯会盟以为设计,若用财货免货,鲁国必然遭到进攻,这将为国家带来灾祸。 君子与小人,真是天壤之别。 乐环子恼羞成怒,暴跳如临。 赵武听说此事,身为书孙豹的大义所感动,决定要给书孙豹平反,岳环子却跳出来告灰状。 鲁国被盟,若不处死书孙,难请校友。 赵武斥责了王傅,林内不忘国家为忠,知难而不弃指手为信,为国而舍生忘死为真。 以忠,信,真谋是为义,人以忠,信,真,义,岂可处死。 甘于牺牲而谋国家,能不去爱西吗? 臣子爱国家,大国不识权威,小国不被欺凌。 若书孙豹能的善终,足以引导为仁臣者之为臣。 如此,国家岂会衰败。 不救助好人,不处之歹人就是何以正法计。 见到上司如此名领,岳环子只得点头称是,不再多言。 赵武在会盟中,项令已为求情,鲁虽有罪。 然书孙不逃避惩罚,也可谓为大国之威,尽大国之命。 赦免他,足以勉励各国臣子。 如果楚臣在内不必责任,出外不必危难,您还会有什么忧患呢? 忧患就是由于不承担责任,年轻怕重造成的。 能如此,则无换言。 不安抚如此贤任,又如何向他学习? 书孙豹,可谓贤臣,赦免他,以为贤任。 蒙诸侯儿赦免有罪,勉励贤任,谁不敬仰楚国。 何况国之将界变化不长。 前代的三王,武伯都曾发布政令,划定各国边界, 并在那里设置官员守卫,建立标志,并清清楚楚记载在章承法令之上。 谁越过边界,就将受到惩罚。 即便如此,仍然难以视各国的边界永久固定。 鱼之三秒,下之官,护,伤之心,披,竹之许,眼。 没有邪能的天子,诸侯敬诸,推举盟主,边境岂会不变。 边境上的诚意,归属不定,有什么常规? 据鲁两国争夺运地,旷日十九,如果对他们国家没有大的妨碍,可以不去管。 这样,既避免麻烦诸侯出兵讨伐,又可以通过赦免了善人,引导别人努力向善。 希望您慎重考虑一下,因赵武的坚决请求下,楚国答应赦免书孙豹。 沉沉默契,4月,国之会结束。 郑建公邀请赵武,书孙豹到郑国都城参加国宴。 宴会之上,韩胡一五仙之礼迎接赵武。 赵武副师护叶,韩胡一知半解,便去请教书孙牧书。 书孙牧书说,赵孟尊礼,您还是用一线之礼招待他吧。 韩胡发自内心地对这位贤臣的崇敬,在祥礼时,还是命理一部门准备五仙礼器后代赵武。 赵武坚持不渔知,对子善思论。 我已经向赵氏加载请示过了,只用一线,为避免场面尴尬。 子产卷侄儿不要太为难客人,子皮同意,撤去多余的四线。 礼璧、赵武、书孙豹与郑国君臣们开怀畅谈。 一群贵族在酒宴中以吟诗为乐,不亦乐乎。 趁着酒禁,赵武赴长帝,对韩胡、书孙豹称兄道弟。 咱们兄弟几个亲密无见,不用去在乎世俗之人如何看待。 一生谨慎的赵武很难得说出这样的话。 书孙豹、韩胡、公孙桥及曹国的使臣都去飞下拜。 我们这些小国,就是仰仗着您这样的君子,才得以免出战祸。 酒宴之中,大家都喝得兴起。 赵武借骨讨险而出,又似乎换了个人,诺诺死语。 我永远也享受不到这样的快乐了。 听说会盟圆满结束,并在郑国罕氏那里住下。 周天子便派刘定宫去慰劳赵武,并邀请赵武在落水边小住。 刘子夏赞美赵武,大宇之功继千古传颂。 如果不是他,我们的仙人恐怕都葬身于父。 你我穿戴礼帽,礼服,治理百姓,协调诸侯,这也都是大宇的功劳。 你为何不远称大宇之功,而忽悠百姓呢? 赵武恭敬地回道,只恐犯下罪孽,岂敢有他图。 我们这些人苟安于世,朝不律西,哪有什么长远计划啊? 刘定宫默然。 刘定宫回到周都,面见周景王,说起赵武。 人越老就越会精明,赵武却不一样,他倒是在犯糊涂。 作为政卿,代表近后主持会盟,却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忙碌于行武之人。 这时主动抛弃神明与百姓。 神明不保佑,百姓不拥戴,怎么能够长期生存下去? 我看,赵孟活不过今年。 贤臣嫁鹤,年仅五十岁左右,赵武却显得异常经历焦碎,身心疲惫,着实令人担忧。 书孙报,刘子夏,赵真的乌鸦嘴,给赵武的生命蒙上了阴影。 赵武还是如日常办理公务,主持朝政,尽管有韩起,魏叔的权力辅索,却难以改变现状。 平宫的荒诞,公式的腐朽,清大夫施加了强横兜令赵武厌倦。 此时的赵武逐渐怀旧,思念起英年早亡的晋道宫,怀念起世界的尊尊教会,回忆起韩绝的句句嘱托。 曾经的赵武,立志要做一个振兴国家的贤臣,然而现实让他失望,原来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,大厦将倾独目难知。 此时的他无比希望再逢道宫,面对众多棘手的社会矛盾,体会到曾经的范文子,可以先天下之忧而忧,乃至忧愤而亡。 前五百四十一年冬天,当一线农务已行其术,近平公领朱青大夫举行祭祀征祭,祭祀后继,后平公领朱青大臣祭祀唐书于,曲武还书等先贤。 而赵武离开喧嚣了进宗庙,带着寥寥的几个营姓夫人,往南洋鸡河南获加献镜,祭拜博弈,造父。 南丁的稀缺更是赵武回忆起,曾经那个家圣族大的赵氏,勾起幼年那惨不忍睹的往事,回忆起楼鹰被驱逐,母亲赵姬的构陷,原同贫固的被杀,族人几被残杀殆尽,封地被剥夺,攻势腐败,国家显向还生令赵武痛不欲生。 这些年偶心力血的赵文子,为晋国的稳定与强盛付出太多,然而平宫的哨不更是,晋国的潜在危机,郑、魏、宋等的繁杂事物,一系列的政务几乎凹干了他的经历。 赵武此事,复告传来,举国哀悼,金庭公亲为这位一心魏国的郑亲发丧,郑景公听说赵文子去世,也起网进过参加丧礼。 赵武之子赵成在韩起的协助下,继承父亲之亲为统帅赵氏。 至此,道宫朝的经营只剩韩起,韩起身为政卿,缅怀赵武任命赵成左中军,以图巩固朱青和睦,赵氏与韩氏完成权力的交接。 晋国的霸权再度削弱,堕落的韩起最终与其余朱青沆系一系,对晋国一切资源进行瓜分。 前一幕话中,晋国的分裂在赵武死后大大加速,赵武春秋政治家、外交家、仙臣、下宫之难的唯一幸存者,在位43年,权某五颗星。 赵氏孤儿,赵武相吕,明达瑞士,李贤夏氏,四群以忠,志士以擒,上敬天子,主和诸侯,兢兢业业。 两次主持诸侯会盟,三次会和执政,齐楚归府,中原和平,南北安宁,鞠躬尽瘁,为亲国腹霸立下卓越的功勋,毕落蓝鱼,坚持不懈。 赵氏家族复兴的电机人。